为了让国际看见宜蘭孩子在音乐上的杰出表现 复兴国中音乐班收到宜蘭市的姐妹是马德拉市的邀请 16号要前往美国来进行参访交流 市长也自正一座琉璃艺品来送给马德拉市 作为友谊长存的见证 在今天的行前记者会当中 市长特别麻烦复兴国中校长 要将这座山羊鼎丽的琉璃艺术品 转送给姐妹是马德拉市 尤其感谢复兴国中音乐班 为两室建立良好友谊 总统有去马德拉市有十位 这十位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国民外交的基础 也给我们宜蘭之光带到国际舞台 我们用我们最传统的音乐活动 作为校技的一个交流 这个交流不但能够展现出我们宜蘭音乐自美之外 更能够融入外国他们的音乐 大家互相学习跟成长 学校表示透过这次参访 除了是很好的演出机会 同时了解更多外国的民俗风情 拓展学生的国际观 也展现中西合并的音乐优秀实力 对孩子是非常有帮助 尤其在去美国行这个可以到这个相关的单位 去跟他们做交流访问 那我想是非常有意义 那要特别感谢有关于这个县政府啊 相关单位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而这次参访的同时也会诚恳邀请马德拉市 有机会要到台湾认识宜蘭之美 促进两国情谊 宜蘭兄记者张力林采访报导